几年后再次见面 庄国栋煞有介事地问黄一梅 当初为什么要跟她分手 黄一梅轻描淡写地回答 往前看 别想从前的事了 庄国栋指出 自己回来出差 过来看看她 黄一梅说 自己还要上班 马上要迟到了 看到玫瑰转身离开去了公司 庄国栋有些黯然神伤 她就站在楼下 看样子要等她下班 庄国栋不甘心 邀请玫瑰一起去吃个饭吧 黄一梅懒得纠缠 就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 庄国栋尴尬地笑了一下 厚着脸皮说 即便有了男朋友 也得吃饭吧 在餐厅落座后 黄一梅礼貌性地问 她回来多久了 庄国栋回答 回来一周了 回来见过她爸爸 然后就来上海找她了 没想到她换了手机号码 黄一梅说 不是因为她换的 庄国栋自我感觉良好 说玫瑰应该不是真的讨厌她 不会一辈子不见她的 手里端着茶杯的黄一梅强调 不讨厌 但也没必要 庄国栋问 她怎么突然想起学心理学了 是不是抑郁过 黄一梅冷笑一声 说她真是一点都没变 什么事都能想到自己身上去 她不会知道的 因为她是一个 把每一步都规划得精准无误的人 这是她与她之间 最大的不同 庄国栋问 听说她男朋友是学计算机的 估计对研究算法更感兴趣吧 听到庄国栋对他们已经调查了解了这么多 黄一梅感觉这人来者不善 就懒得再跟她理论 直接打出租车离开了 不得不说 庄国栋就一直追悔莫及吧 活该 毕竟当时不珍惜而错过了的 就只能错过了 别说庄国栋了 即便是方协文也没有真正领略黄一梅那义无反顾的爱情 他们都接不住玫瑰的爱 或者说不配 下面来看看黄一梅被动接受了方协文后 她一旦爱起来 就全心全意的那份纯粹吧 一 方协文对职业一筹莫展时 说不想连累玫瑰 没资格爱她了 而黄一梅果断提出我们结婚吧 要知道 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 二 听到方协文说没钱了 黄一梅提醒 登记结婚只需要九块钱 三 看到方协文还是婆婆妈妈一大堆 黄一梅出门前说 吃完饭记得刷碗 这需要多么有定力呀 黄一梅压根就没有被方协文遇到的困境而吓到 她甚至觉得这是好事 方便男朋友创业 四 黄一梅理解方协文的选择和处境 说小周没做错 那她也什么都没有做错 男人困难时期 女朋友能给予这种认可 多么难得呀 五 为了促使方协文走出心理阴影 黄一梅带她去游泳池 突然推她下水 让不会游泳的方协文深刻体验一下 将被淹死的感受 其实游泳池的水深只有一个人的深度 人高马大的方协文只要克服了恐惧心理 站直身体就将头部露出水面了 完全没有性命之忧 通过这体验 方协文应该会领会 除了生死 还能有什么大事 六 方协文不忘拉近两人的关系 顺势让黄一梅教她学习游泳 要知道 只穿着泳装 男女之间是会有肌肤接触的 通过这一场游泳 方协文收获不菲 另外 黄一梅还启发鼓励方协文去创业 不但给建议 还直接拿出银行卡资助 并且不惜向哥哥借钱 还希望哥哥有多少就能帮多少 多多益善 看到方协文有些难为情 不好意思接受这些资助 黄一梅美其名曰 这是归还她这三年来替她支付的房租 剩下的就是投资她了 七 一窮二白租到办公室 在方协文的创业公司里 黄一梅帮忙打杂拉业务 还负责人员招聘的广告设计 即便看到了男朋友的业务中 有与前男友的合作 黄一梅也没有阻拦 只想男朋友尽快能够展开业务 八 方协文去谈业务 黄一梅给出一桩打扮的建议 还帮她选出最搭配这个色系的领带 替她系好领带 方协文临出门一句客户是男的 倒是让人会吸引笑耳 感觉到恋情美好的一面 其实黄一梅压根就没考虑客户是男是女 她对方协文是放心的 才会说她给了她安全感 遗憾的是 婚后的方协文忙于工作 对黄一梅的感情没那么投入了 已经得到了的 就不会再那么珍惜了 她甚至当面说出 黄一梅那工作 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 还是编案人员 她从来没有想着让她帮她还贷款 这话太让人伤心了 很损害夫妻感情的 毕竟黄一梅独眼前 跟苏更生同事时 作为策展负责人 她工资不低的 研究生毕业后 就跟方协文结婚还还上孩子 她有孕在身 才暂时耽搁了工作赚钱 如果方协文还记得自己人生低谷时 黄一梅对她全心全意的支持和付出 那她即便创业成功发达了 也不该在黄一梅面前嘚瑟 毕竟人不能忘本啊 何况玫瑰是对她非常重要的女人 而庄国栋 真想问问她哪来那么大的勇气 一个跟玫瑰在一起才三个月的男人 还主动抛弃了玫瑰的人 她在几年后 竟然跑去搅和别人相恋了三年多 还马上要结婚的爱情 正是经历了跟庄国栋和方协文 这样不美好的婚恋 黄一梅在遇到普家明时 才产生了相见恨晚的感觉 在她的画展上 只有普家明独具慧眼 能欣赏她最看重的那幅画 那种灵魂伴侣的深度共鸣 那种心心相惜的唯美感觉 让她为了陪伴普家明 走过人生最后的几个月 依然与早已矛盾重重的方协文 提出离婚 还为了跟普家明来一场 生离死别的婚礼绝唱 而不惜答应方协文 提出的离婚条件 失去了女儿方太初的抚养权